欢迎各位弟兄姐妹 晚上好 欢迎你们在线上与我们一同的来崇拜 在主耶稣记录里面向你们问安 首先你们来听我会晤报告 会晤报告的第二项 就是第一项 我们的教会将在2020年12月5号 就是下个星期六 我们将恢复教会的实体崇拜 但是在每一个星期四之前 你要向教会的办公室行政筑来报名 然后才能够参加这个星期六的崇拜 第二项 将会在11月24号到12月20号 开始在本堂世袭围棋四周的 神学研究课程 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在祷告中 纪念跟扶持他 也求神再继续的向他彰显他的旨意 装备他 然后计备他前面的道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下来是第三项 牧师的行踪 牧师不在我们当中 他会在 他就他回到家乡去了 从本月20号到29号 如果有什么集市 会有人能够通过手机 来跟牧师联络 下来是明年的崇拜 第四项 教会将更改那个时间 我们这星期 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是七点 改在七点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我们六点 教会与英文堂的会友 一起团庆 讲用 过后我们才崇拜 下来第六项 布告 第一个是 Elizabeth 丽姐妹的妈妈 她在11月22号 星期天离开 离开 离开的大家 然后第二 是景光弟兄的母亲 也在星期11月24号 星期二 也离世了 九祖亲世的安慰商家 弟兄姐妹 也请在你的祷告当中 纪念他们 好 现在 我们一起宣召 我们一起战利 大家一起战利 我起弟兄姐妹应 领业是如以羊群的 以色列牧者 在基督布之上 做宝座的 求你策而听 求你施杀你的大能 拯救我们 祢和华 你给你的百姓的祷告 发力要到几时 愿你的手扶持 你右边的人 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人子 这样我们就不 让我们就不离弃你 求你 救火我们 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 一穷 耶和华万金之神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就会得救 大家 我们一起来 我们要点燃第一支蜡烛 我们一起来念 我念先 主啊 我们求你提起你的大能的绑壁 知恩你的保护 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诱惑和危险 奉主耶稣 奉主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点燃第一支紫色的蜡烛 这个只是是君王的颜色 也代表忏悔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 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 第二期 慈爱的上帝 你是带领你子民的好牧人 你也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大能的神 感谢你拆解你的儿子 耶稣到世上来 就是罪人 也把光带入黑暗 让绝望中人有盼望 争斗内乱内尚有平安 我们也感谢你确实的应许 承诺耶稣必再赐灵为主 为王 求你帮助我们 警醒和制止 耐心的守望和等候 祈求乃奉 和平制止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 仰望神的人 第一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 把 af彼遭遭遭遭受没用 心在终望神的人 2. 领解 1. 面弑 5. 身供 3. 的能量 6. time 15. 毕竟 deform 4. 恶 6. 弹 15. 命 8. 老神 3. 苦 Side 监 6.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都靠着地人有福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这日今日有不改变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都靠着地人有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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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这日今日有不改变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都靠着地人有福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都靠着地人有福 是的 投靠 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唱四歌二首 伸出我心 天不怕是耶稣几度 都靠着地人有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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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的手的心啊 我们的平安 拼命的手的心啊 我们的意志 完全的意志 人是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 我的意志 我的耶稣 爱我的祝福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耶稣 我的恩典 我们的恩典 为父我们共同 耶稣 为我们的不放手 为我为你流伤 你的手的心啊 我们的平安 你的手的心啊 我们的平安 你的手的脸上 我们的意志 我的恩典 我们的意志 完全的意志 人是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 我的意志 我的耶稣 爱我的祝福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而且耶稣 我的救助 我的救助 我的意志 我的耶稣 爱我的祝福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我的耶稣 爱我的祝福 你的恩典 忍住我心 你的恩典 爱我的祝福 请说 全能创造的主 你是我们的天父 天地未创之前 你是主 我们要扬声赞美你 奇妙的生命 当我们软弱时 你不撇下我们 你说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坚固的磐石 我们要专心的等候你 我们要听你的旧恩欢喜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现在进入带祷的时间 我们首先是要为美国来祷告 我们希望他们的政治能够稳定下来 也能够顺利的进行挣钱的交替 第二 我们是围着 以国马来西亚的国家的政治来祷告 希望我们的国家的政治能够稳定 也祷告我们的政治领袖们 能够尽心的来以国家为先 重新的来治国 第三 我们围着霹雳州的水灾 在明天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也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即使我们是围着全世界的基督徒来祷告 我们希望基督徒不只是用口 尽心也能够确实的行善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尽心的帮助穷人 跟Saupeepers我们一起祷告 新的天父 我们感心感谢赞美你 你是统领全世界的祖 祖啊 虽然美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神这个国家在支持的大选里面 非常的混乱 祖啊 让我们在其他地方国家的人民 也为他们担心 神啊 总算他们这个大选已经到一个段落 求神你亲自的怜悯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的人民 愿意的重新回到神灵的面前 祖啊 也求你当初的真正人物 愿意在这个和平的气氛里面 进行政权的交替 求祖你圣灵来带领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的新的政府 能够好好的来治理他们的国家 天父我们也围着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祷告 主啊 这个国家是神你 让我们有机会住在这边 神啊 求你亲自的 来带领我们的国家的政治灵袖 求神你在他们身上动善功 让他们愿意放下 自己的成见 愿意同心 静心的来 治理这个国家 度过疫情和经济的危机 主啊 每月为座马来西亚 到处 经做现在是年尾 有很多的地方发生水灾 尤其是为东北气氛风的关系 主啊 我们特别纪念到 吉利州最近发生的水灾 许多的灾离 出生寿 这个水患 不能够回家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让这个缓碍灾情 暂时现在已经舒缓了 我们也感谢主 替备这些灾 救灾的工作人员 他们能够也及时给这些灾民 有适当的帮助 主啊 求你的灵 亲自的来带领 让政府 让这些机构 晓得如何的来帮助灾民 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尽快的 恢复他们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 天父啊 我们是属你的 是你 是你所爱的 是你召集的我们 分别为生物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做你的救赎 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 天父我们 不单只是在口中说我们爱你 天父啊 也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行为上 让我们有行动 来关怀 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 主啊 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 帮助我们 圣灵啊 求主你 亲自的吹拨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 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尽心的来行善 帮助穷人 做主你所许悦的门徒 我们一起则用主祷文 来接受这个祷告的时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事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就我们错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病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现在我们是 祷告 奉献 我们一起同心 常诗惊叹作为的上帝 我们带着期待的心 进入这一辈 你儿子的到来的季节 这季节不仅是 惦记过去的事 也仰望你的再来 我们谢力活出 坚贞的生命 求你帮助我们 感慨的奉献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何时再次降临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三一颂 MING PAO CANADA 我们一起同声地来念光照祷文 圣洁的上帝啊 求祢在这降临节旗 把智慧和领悟的灵进入我们生命里 好让我们的心灵敞开 领受祢的真理和真道 奉基督尊贵的名祷告 阿们 现在我们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 25章31到46节 今天的经文是启字 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 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 请听我读出 36节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罗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来临也要怎样 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 人 到常 吃喝 嫁取 直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 全都冲去 人子来临也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一个被截弃 一个被撇下 两个女人推磨 一个被戒弃 一个被撇下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 哪一天来到 你们要知道 一家的主人 若知道晚上 什么时候 有贼来 就必警醒 不让贼 挖穿房屋 所以 你们也要 预备 因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这是神的话 不让贼 这里弟兄姐妹大家主礼平安 让牧师在这里也特别 问候我们各自在家里参与 献上敬拜的弟兄姐妹 愿上主的恩惠 上主的平安都归于你们众人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一起交托给上帝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基督将临节的这个节期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来到你的跟前 聆听你圣经的话语 恳求天父继续借着你圣经的话语 对我们说话 求主你的身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敞开我们的心 以致你的真道 你的信息都进入我们的心坎里面 给我们恩典 以致我们晓得如何回应你 这个是我们的祈求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宗主耶稣基督基督的名 求 Amen 主内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开始进入 这个基督将临节的这个节期 每一年11月的最后的一个主日 都是基督将临节的开始 我们清除了四个基督将临节的四个主日之后 才到这个圣诞节 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基督将临节的时候 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我们都在节期的当中 运转的当中存活 节期的重复的更迭 提醒我们年幅一年的过去 年幅一年的运转 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 我们有三个的新年要度过 每一个新年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终点 所以终点不一样 清除方式也不一样 都有所差异 首先 第一个新年 我们过的是什么呢 是元力的新年 所以在每一年到12月31日的时候 我们都有所谓的countdown 都有所谓的 在一个聚集 就是好像守夜的那种 守到12点 半夜12点 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欢呼 然后那些这些 这些超级市场 这些mall等等 他们都会放烟花等等的 大肆清除 新年的到来 从一年 旧的一年过去了 新的一年进入了 这个是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 我们首先清除的一个新年 就是元力的新年 我们还有一个新年 清除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华人农历新年 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继续的 尽管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继续庆祝我们的这个华人农历新年 因为它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部分 这个新年农历新年怎么样度过呢 主要都是什么呢 都是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 然后有所谓的团圆饭 团圆饭之后呢 然后有这个放鞭炮 给这个红包 然后有互相看访 这些都是送礼等等 这些是我们华人度过农历新年的这些方式 除了农历 除了元历新年 除了农历新年 还有一个新年我们度过 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新年 基督教的新年就是 从这个基督将临节的开始 当我们看这个基督教的年龄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们看这个圈圈 中间的部分有 12345678910 1112 从11的后面的部分 你就看到是这个将临节的开始 一直进入到12月 连续四个主日 然后才到圣诞节 所以在这期间 将临节的节期 过了圣诞节之后呢 然后进入就是那个青色 然后在你们右边 那个青色的就是基督显现节 的这个节期 然后再下来就是 就是围期这个六个礼拜 然后六个主日的六个星期的 这一个大灾期 大灾期之后 然后就是复活节 复活节 然后就是复活期 复活期之后 接下来的就是又再回到去 这个五星节期 就是后五星节期 这个就是纪念圣灵 降临到这个教会的这个节期 长达大约23 24个星期左右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基督教的年龄 就是这样子运转 每次当这个 后五星节期完了之后 就是开始另一个基督教新年的开始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进入 这个一个新的基督教的这个新年 当我们这个进入基督教的新年的时候 首先我们就是在思想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子 新竹怎么样子 纪念 在这个阶期的当中 我们做些什么事情 怎么样子来纪念这个阶期呢 基本上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纪念主耶稣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间 作为一个人 开始宣讲 这个救恩的福音 以致到最后 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为私人的罪 做完全的救资 做完全的救赎的这个祭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江灵节 我们纪念两千多年前 基督就要到来了 在等待耶稣的道成肉身 我们纪念耶稣道成肉身 同样的 在这个江灵节的期间 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 我们也仰望 仰望什么呢 仰望主耶稣 在末后的日子 圣经说 祂会再来 主耶稣本身 祂也有向祂的门徒 启示 在末后的日子 主耶稣基督会再来 祂再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 祂称云降临 进行这个终结审判的时期 这个时间的到来 但是 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这个终结的审判 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在这个节期 听这样的信息 要怎么样子回应 这个是今天 所要得着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 是取自马太福音 24章36到44节 这篇当这个耶稣 祂跟祂的门徒 当祂知道 祂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 祂托付 祂告诉 祂吩咐祂教导 祂的门徒 很多关于末后发生的事情 在这边 第36节 主耶稣就告诉 祂的门徒 那个日子 末后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耶稣再来的日子 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 也不知道 不只是天使不知道 连圣子 耶稣本身 祂也不知道 耶稣说 只有父知道 只有天父知道 既然没有人知道 主耶稣 什么时候到来 于是 祂到来的日子 祂到来的时候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呢 这边主耶稣就给了一个 一个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祂就是拿 以前 这个大洪水 怎么样子来到这个 罗阿的这个世代一样 祂说 在末后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到来的时候 就好像 大洪水 怎么样子 淋到 罗阿的世代一样 是 不知不觉的 是人所没有办法 察验得到的 在那个时候 然后耶稣说 在那个 罗阿世代的时候 大洪水 淋到的时候 耶稣说 在38节 就是说 那个时代的人 还是照样的 吃喝玩乐 取价 还是照样的 这个热场的作息 但是 就是在热场的 作息的当中 这个大洪水 就是不知不觉的 来到当中 彼此 那个世代 万民 凡有生命栖息的 都在洪水的当中 完全的灭亡 唯一得到拯救的是谁呢 罗阿本身 还有他的家人 一共 总共八个人 除了罗阿 以及他的家人 这八个人之外 其他得救的 就是其他的动物 跟着 他们进入 方舟的动物 除了 这个家庭 除了这些 进去方舟的动物之外 地底下 天底下 所有的活物 有生命气息的 都在洪水的当中 灭亡 所以这个 这里 主耶稣一再强调 这个灭亡 这个大审判的日子 到来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样呢 还是在热场的 作息的当中 所以这边 四十四十一节 这个主耶稣就说 人还是继续的 在田里工作 两个人在田里工作 但是一个人被戒去 另一个人被撇下 两个妇人 在这个 在推磨 在推磨 磨那些麦子 但是在推磨的当中 在做他们热场 作息的当中 一个被戒去 一个被撇下 这边再再地提醒 末后审判的日子的到来 就是在热场 大家在热场的作息的当中 大家在马照跑 舞照跳的 这个大环境的当中 就是在人不知不觉的当中 临到 既然没有人知道 主耶稣什么时候会 乱的日子 什么时候会临到 所以主耶稣就告诉 就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要警醒 要警醒 为什么警醒呢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 哪一天会来到 就好像 在一个家里的一个主人 一个家庭的主人 如果他晓得 贼什么时候进来的话 他肯定会警醒的 但是很多时候 贼就是在主人 沉睡当中的时候 贼就进来了 就是在人不知不觉的当中 这个审判的日子 就会临到 所以这边要警醒 主耶稣基督 提醒他的门徒 要警醒 这里警醒是什么呢 要有一个警惕的心 要有一个警戒的心 为什么警惕警戒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审判的日子 什么时候会到来 知道主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会临到 既然不知道 就要有这个戒备的心 我们在当中 这个也是一个提醒 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 是处于沉睡当中的 我们要好像这个图 你们右边所看到的图一样 要快快的灵命 要苏醒过来 怎么样子苏醒过来 等一下我们再谈 既然没有人知道 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 审判的日子 什么时候会再来 主耶稣说 你们要预备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就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是耶稣 就会预备 讲到预备 为主耶稣的再来 做预备 为末后终结的审判 做预备 为我们进入永恒 做预备 当我们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子 做预备的时候 我们回去看看 这个挪娃的这个例子 挪娃他本身 在洪水淋到之前 他做什么预备呢 我们看这个西伯来书 十一章七节 这边就很清楚地 讲到 挪娃做了些什么预备 这边西伯来书 十一章七节 这边说 应这信 挪娃基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 动了精卫的心 造了方舟 使他全家而救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 挪娃的预备 就是从 他对上帝的信靠开始 因为他信靠上帝 对上帝有信心 这个是第一个 他的态度 我们需要注意 第二个态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他对神有敬畏 当上帝这样子 吩咐他 要造方舟的时候 当他还不清楚 上帝吩咐他 要造这个方舟 是要来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 他就是 按照吩咐 去做了 这个方舟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船 不是一个山板 不是一个普通的小船 是一个大方舟 这个大方舟 有多大呢 创世纪一章六章十五节 就告诉我们 这个大方舟长 四百五十英尺 或七十五英尺 高四十五英尺 到底是多长 多扩 多高呢 我给你们这个数算一下 把这个长城扩 乘起来的话 其实 next slide 长城扩 乘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 33,750平方英尺 这个33,750平方英尺 其实呢 如果是 牧师有 在槟城 在槟城有一个 这个apartment 我们的apartment 不是很大 就是只有 900平方英尺 900平方英尺 拿来除的话 其实这个大方舟 就是等于 我的这个apartment 这个公寓的 这个单位的 38间 如果你们想象不到 900平方英尺 是多大的话 如果你们去 这个牧师楼 你们看过的话 牧师楼是牌屋来的 牧师楼是牌屋当中的 其中一间 这个牌屋 这个牌屋 牧师楼 它长是多少呢 24英尺 所以如果你 50英尺 这个方舟的长 450英尺 你除这个24英尺 就是牧师楼的 这个长度的话 其实就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 现在的牧师楼 19间的牧师楼 的长度 那个方舟 如此的大 19间的牌屋 等于是什么 其实就是等于 整条街的这个长度 整条街的长度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上帝 吩咐 吩咐 所造的这个方舟 所造的这个方舟 是何等的大 不只是这样子 他所这个高度又是多少呢 45英尺 其实就是等于四层楼高 四层楼高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 上帝吩咐 吩咐咐所造的这个方舟 是一个大方舟 这个大方舟 是在哪里造呢 是在一个海港 它不是在海边 它是在一个内陆 这个吩咐所居住的地方 是就是在古代的一个内陆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想象 当他这样子建造的时候 这里所需要 所看到的是什么 罗阿对上帝的心靠 对上帝的顺服 对上帝的敬畏的心 上帝这样子吩咐 因为他有这样子 对上帝有敬畏的心 他就去做了 尽管周围的人 计笑这个罗阿 有没有搞错 你在这个内陆的地方 在这个内陆的地方 在一个大船做什么 当大家都这样子计笑 这个罗阿的时候 罗阿顺服 就在这个罗阿将这个方舟建好之后 他带着他的家庭进入方舟 然后那些动物 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之后 上帝把那个门关起 红水就在大家没有察觉的时候 灵荡众人的当中 以致把所有那个世代 所有有生命气息的 都淹死在这个大洪水的当中 这里 罗阿的这个预备 就是这个造方舟 就是罗阿的这个预备 当在讲这罗阿的这个预备的时候 我们再看 罗阿更早之前的预备是什么呢 他其实有一个警醒的心 为什么呢 因为创世纪六章九节 这里他讲什么呢 这边创世纪六章九节 他说 罗阿是一人 在他的世代 他是完全的人 他与上帝同行 这边讲到的是 在他预备之前 在他预备这个大方舟之前 其实他是有一个警醒的心 他敬畏神 他与神同行 他顺服神 这个他的警醒 就是他持守 就是反映在他的生活的持守的当中 这里就是讲说 当我们说 我们要为末后审判的日子做预备 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再来 施行终结审判做预备 这个罗阿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 警醒的死守 第二 做预备 我们再看 这个信息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这个信息提醒我们 第一点 我们需要知道的 刚才一开始的经文说 耶稣说 没有人知道 基督 没有人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没有人知道这个审判的日子 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 一个基督 一个圣经的真理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要需要抓紧紧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在过去 从耶稣的世代到今天 从公元第一世纪耶稣的世代到今天 二千 二千多年 在这过程的当中 你知道有多少的人 在预测 在预测 预测 讲先知的预言 说末后的日子 什么时候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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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所讲的 什么时候要到 那个末后的日子 基督再来的日子 都没有来 这里就告诉我们 从过去 公元第一世纪到今天 有多么多的假先知 既然有这么多的假先知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要警醒 要知道什么是真理 要知道什么是假先知的预言 从这里 我就列举 我从这个网站的当中 我就找到很多 关于这个 很多不同的人 给这个 不同的年代 给不同的这个 基督什么预言 基督什么时候 会再来 这个审判会什么时候 守一千年 就有十一个不同的年份 有人预测 给予不同的预测 有十一个不同的年份 说耶稣会再来 结果没有来 从这个是前面的一千年 从1001年开始到公元15世纪的时候 又有另外不同 七个不同的这个年份预言 基督再来 结果这些假先知预言了 还是没来 然后从第16世纪 就是1500年开始 到公元21世纪 就是现在 你知道每一个世纪 有多少个人在 有多少的人在预言 16世纪就有不同 13个不同的年份 被预测 17世纪有15个 不同的年份 被预测 18世纪 有13个 19世纪 有17个 最多的是 20世纪 很多人都预测 1900年的那一个世纪 基督会再来 公元有多少呢 63个不同的这个预测的年份 特别是公元2000年 好了 这些预测 来了 也走了 都一再的验证 这些假先知的预言 21世纪 继续有23个不同的年份 被预测 到今天 这些总共是62个 不同的时间 都被人预测过 但是基督 还是没有 一再的强调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的假先知 给假的预言 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要有一个分辨 有这个智慧的心 不要去听 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 这些先知的预言 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会很excited 很兴奋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小心 耶稣说什么呢 没有人会知道 这个末后 审判的日子 什么时候到来 连天使也不知道 连子也不知道 只有天父知道 如果只有天父知道的话 这些所谓的假先知 算得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小心 免得自己受骗 免得我们沉醉于 一直沉醉于预测 基督的到来 以致我们突历了 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末后 时间到来的 那个警醒 这里 所以这个 Next slide 所以这边 这个保罗 在罗马书 是三章 11到12节 这边上半节 他就这样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上帝的子民 要怎么样子警醒呢 对末后 基督再来 对基督的这个审判 要有怎么样的警醒呢 这边他说 保罗说 你们要知道 现在正是该从 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得救 现在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 白周将近 其实这个 保罗就告诉 大家 末后的日子 就好像现在我们存活在 存活在这个 沉睡的当中一样 我们要快快 苏醒过来了 就好像我们在黑夜当中 沉睡一样 接近 时间要到了 这个凌晨要到来了 我们要快快的 苏醒过来 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就是好像一个 诚心一样 临到这个世界 既然基督是一个沉心 我们就要快快 苏醒过来 做预备 做预备 要开始警醒了 不能继续再沉睡下去了 我们应该要从睡梦中 醒过来了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醒得过来吗 保罗说 现在比我们当初 所心的那个时刻 现在更近了 所以我们作为 耶稣真门徒 怎么样子实践 在一个警醒方面 怎么样实践呢 第一 我们要从 如果我们在属灵当中 我们沉睡的 我们要快点 苏醒过来 如果过去 我们祷告都是睡 都是在 沉睡的当中的话 我们现在要 警醒祷告 如果我们读圣经 都是一直 读没几下 都要沉睡过去 现在我们要快 要去洗个年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即使后来 这个教会开放了 很多年轻的都在 没有回来了 这个不只是我们 这个教会的这个问题 在其他教会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舒适 舒适的 在自己家里 线上的敬拜 即使是后来 即使是后来教会开放了 可以让大家回来了 但是还是不要回来 你们疏于这个 回来教会崇拜 这个告诉我们 现在要回来 认认真真的 在上帝的殿里面 好好的敬拜 好好的 用心的 用心的 全心 全意 全力的 没有分散的 来敬拜上帝 来听祂的话语 我们过去 我们跟教会的肢体 我们很久没有 跟教会 继续有团契了 现在这个告诉我们 现在末后的事 既然知道末后的日子 快要到来了 我们要快快的 继续跟主内弟兄姐妹 继续有这个团契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互相的连结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 生命性 需要去做的 如果你是基督的真门徒 要认真的 在这方面去用功 去付出 除了这方面的警醒 我们要预备 预备什么呢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行为的超数 所以这个保罗 也在这个 罗马书十三章 接下来的经文 十三章 十二节 下半节 到这个十四节 他说什么呢 这个保罗说 我们要除去 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私为人 要断正 好像在白州行走 不可荒咽醉酒 不可好色淫荡 不可纷争几固 总要披带 主耶稣基督 不要只顾满足肉体 去放纵私欲 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告诉我们 现在要警醒了 要预备了 过去我们 由我们的肉体 牵扯着我们 主宰着我们 现在我们警醒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 披带主耶稣了 我们要远离肉体的 这个超纯 我们要过去 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 我们做的东西 不要让人知道 现在我们要离开 Next slide 我们要离开这个黑暗 看到吗 在你左边的那个图 离开背后 背向黑暗 走向光明了 我们现在要学 活在光明的当中 不再让肉体牵扯我们 放纵私欲 我们过去 我们时常涉及在 人与人的纷争 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有击顾 有等等 这一些 这一些败坏的事情 我们要弃绝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把他这一些 这些败坏的行为 生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 现在我们要做光明之子 我们行为要断正 走在光明的当中 这个是 如果你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 我们预备基督再来 我们预备末后 终结审判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愿上主在这个基督将临结 给我们这个恩典 给我们这个决心 给我们这个决志 在这一方面去做 认清真理 不再喜好 到处去追随 这个假先知的预言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真门徒 我们要开始警醒 回到上主的当中 跟他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然后有很密切的这个连接 要专心全心全意 全力敬拜上主 我们在崇拜当中 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 我们有缺乏的 今天我们要回转 我们要悔改 第三 我们在行为上 我们要远离黑暗 我们要进入光明 我们要做光明之子 不再任由肉体 操纯我们 愿上主在这个将临结 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这个决志的心 在这些方面 确确实实的 做基督的真门徒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赞美 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今天 这个圣经的话语 给我们今天的信息 哦主啊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 继续充满浇灌我们 求主你圣灵的火焰 所有的渣宅 完全的都烧毁 也求主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顺服的心 来跟从罗娃 就好像罗娃过去 如何顺服你 敬畏你一样 如何心靠你一样 以致他因着顺服心靠 他因着对你有敬畏的心 他以及他的家庭 都在大洪水的当中 得蒙拯救 帮助我们也一样 有这个顺服 对你有这个敬畏的心 以致我们也一样 在末后 主耶稣再来施行 终结审判的日子 我们得到上主 你的拯救 以致可以进入永恒 得着你永恒的赏赐 求主施恩 继续带领我们 赞美感谢主 祝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一起散立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向高处行 阿们 祝基督的名求 上午 笑 judgments 隐形地位 日日高盛 当我前行 祷告不停 救助领我将高出息 救助主我 许我问贱 隐形站在 顺天高原 我心向往 标志地 救助领我将高出息 直接充满 义龙举 被我所要 沉默之处 别人过愿 长去吃鸡 当我追逐向高出息 救助主我 许我问贱 隐形站在 顺天高原 我心向往 更高之地 救助领我将高出息 我愿离开 属世生活 我愿离开 属世生活 我愿然间 额主少活 隐形高温 天上宁愿 神徒所长颂残世 多主我 许我问贱 隐形站在 顺天高原 我心向往 更高之地 救助领我将高出息 我愿离开 属世生活 我愿图 最高之地 得见天堂 荣华美景 不出祈求 直到天地 求主令我想高出心 求主主我 是我文贱 人心站在初天高月 我心向往更高之地 求主令我想高出心 我们的男生来念这个祖导 第二期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 推抗你 是你平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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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